昨天消息玉山国家公园有台湾黑熊一次遭到了盗猎死亡 四月底保育巡查员就在瓦剌米步道发现了一只死亡多时的台湾黑熊 那么后期调查发现遭人猎杀 在四月底在瓦剌米步道附近发现黑熊死亡个体 那我们这边也积极处理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避免发生黑熊被猎杀的这个状况 黑熊的遗体经过解剖死因疑似是枪伤 因为从X光片可以发现黑熊左侧的胸腔背侧是有致死的子弹 根据了解死亡的台湾黑熊是预管处2021年委托品科大团队来释放追踪的个体 当时他的体重是100公斤是一只健康无缺脂的成年大公熊 没想到竟然无辜的命丧强下不排除可能遭到盗猎身亡 鸡似的热彩